大家好 又回到《公民齊齊》說 我是今天的節目主持周晴 在我身邊就是爭取平民退休保障聯席的 港市有楊冠冬表弟 我們上一集都分享了很多 關於人口老化的問題 怎樣去面對 說到民間聯席想爭取全民退休保障的一個方案 他們遇到一些論述上的質疑 他們怎樣去回應 上一集我們講了很多民間質疑的一些觀點 我們疏離一些脈絡出來 但我們今集會講一些具體上的爭取 其實那個經驗是怎樣 而當中有什麼限制呢 其實聯席成立了多久 爭取的過程 其實它的對象在哪個身上 我想聯席正式應該是2004年成立的 都好幾年了 其實聯席呢 我想對象都 其實全港的市民 大家都是對象 政府都是我們的對象 我們覺得如果推倒的方案 政府討論 我們覺得是最理想的 但是問題就是 當很多時候我們去到 跟政府層面去溝通的時候 其實政府面對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因為全民體的保障 涉及的就是錢人 分配 或者是有多少人收益 多少人拿到 或者多少人口的問題 所以很多時候 很多的跨局 或者跨部門的討論是必須的 例如 舉個例子 可能聯席做事 不如想去 咦 是不是福利來的 不如找勞工和福利局去談 其實聯席前後 都跟勞工和福利局 談過兩次坐下來 那時候都是跟局長會面的場合 局長都 其實簡單來說 我理解局長是知道 我們在說什麼 但是去到要討論 或者深入討論的時候 面對一個困難 就是其中一個討論的回應 很簡單的就是 我們聯席的方案 涉及執金 執金是涉及財經事務局 財經事務局 和福務局局長 可能要跟局長談 變成很容易把這個波射出去 那便談不到 其實看了這件事 我也看到 其實除了你說說 陳家強 財經事務局局長 那個參與之外 他很懂得把整個波 推去一個無敵的打黑洞 就是中央政策組 其實中央政策組 聽聞是一兩年前 已經開始 不止了 其實在2004、2005年 已經開始有研究 全體有保障的方案 是的 但是那個報告 一直都沒有出過街 不知道是怎樣的 其實我的理解就是 因為對上行見 就是陸鑊科學局 都有講這個問題 然後局長就答得很有趣 其實報告 連他自己都不會看 只有行政長官才有資格 看完之後怎樣做 就是行政長官決定的了 我聽完之後 我就會覺得 其實中央政策組做的報告 或者研究 或者一些建議方案 或者一些討論 其實他只會去和政府的最高層 去反應和交代 其實裡面討論了什麼 我們不知道 中央政策組 可能中央政策組 中央政策組 可能最後一個討論 其實現在 所謂三條之處 縱換生果金 NPF和私人儲蓄 其實根本不行 是要搞全民體有保障的 動動就太大了 不如不要做 慘了 不要搞了 很煩了 我還有兩年而已 我還有兩年你不要搞我 不是頭痕 可能這個是一個情況都未定 但其實實際上 中央政策組 談了什麼我們不知道 其一 其意就是 亂籍困難 就是在推動裡面困難的地方 就是 都是承接的 就是我們找不到一個 哪一個是我們 特別需要注意 或者多溝通的對象 就是例如 剛才勞工福利局 和財經事務局 中間我們就 射來射去 但是 那個問題出來就是 我們 我們希望政府有一個 可以討論 整個退休制度的空間 但是政府就 積極不回應 是的 所以做出來的結果就是 我們 就是我們 我們有我們的去 去爭取 我們希望找到缺口 但是政府就 不斷地用這個方法 去回應我們 是的 其實我猜 至少政府 也一樣 很低度可以做 成立一個小組 很定期 那種定期 可能是幾個月 這樣見一次去跟進 其實 都不是很難 但是現在的問題 就是 不停地 一方面 就射來射去 將那個責任 二來 就說他其實自己 都沒有提一些 他們怎樣去應對 現在人口老化的問題 的對策 是的 如果我不接受 民間的方案 起碼我都有一些 你拋離那個方案 是的 我都提出一些計劃出來 但是現在你看不到 他有 那麼他就不停 就繼續為 三條之處去辯護 這樣 變了其實現在的問題就是 就是 你對著那個官 你都很無奈 這樣 那可能 我們換個角度 如果政府不理你 那他真的可以不理你 但是譬如 可能在議會層面 其實 可不可以在議會層面 去推動到一些角色呢 其實議會 過往 就是聯席 都在議會裏面 嘗試去動議 或者叫他通過 要設立全民旅遊保障 就是在過往幾年 就是對上 對上屆立法會 甚至現在的立法會 都不約而同 動議過好幾次 其實都通過 就是絕大部分都通過 那我看到 那個通過的成果 是 是幾理想的 最 我想其中一些 我留意的就是 其實 民間或者政黨都很團結 就是我們跨黨派的團結性 我是留意到 就是其實 各個黨派都在關心 那個退休保障的問題 那 唯獨是 就是 那個動議通過了之後 其實 政府會不會回應呢 或者跟不跟進呢 那 通常政府的回應就是很簡單 我們在研究 三條支柱的可持續性 我們 我們 我們留意到其他國家的例子 不可以 但是其實其他國家的例子 不可以 不可以 其實它沒有進一步去 引述下去 就是 那個人人運亦運 就是 可能它說它不行 我們都知道別人不行 但是別人那些 私人那些最不行 變成我們想進一步去討論的時候 我們 我們找不到政府有這個空間去討論 那 就 變成 你問我 我想 聯席 希望是 最快可以做到的就是這個 就是 政府拿出來去談 但是譬如你講到那個議會層面 你說 可能那個 保障的原則都很 可能跨黨派都會支持 但是可能這個把醜因 就是潑下冷水 那可能 會不會就是 原則性 那當然每個黨派都支持 當然是立了 就是這個 就是 政治上面的 就是合法性也好 或者 就是 輿論上面的一些 報導也好 但是可能你真的講到那個方案 譬如 假設我是建制派的議員 哇 你原來真的要動 要動到 稅收的 又要動現行的政策 動這麼大的 那會不會去到 那個層面 就是真的討論 你問這個 具體方案的時候 其實可能整個議會的形勢 又要再另一個分析 我覺得 其實 現在我們 如果用這個角度去看 我覺得有少 不是那麼理想 不是那麼好的地方 就是我們 不知道其他黨派實際 怎麼看 你問我 我覺得 真誠 大家 各個黨派 這樣就好了 不如出來談 我覺得談完之後 大家取共識 你有你的方案 我覺得不重要 但是問題是 大家有大家的方案 就最好了 大家相信 至少大家同意 其實現在應該有個 全民許可保障的制度 那就好了 就拿出來 在政府層面討論 但問題是 現在政府不討論 變成一個情況 就是 我想相對上會令到 黨派之間被動 可能要依賴 其實都是議會外 一些民間的力量 可能要不斷 透過一個 給壓力的過程去做 可能時間很久 其實民間 可能不用給壓力 只需要政府 他拿過Ajana出來談 我相信很多 黨派也好 學者也好 專業人士也好 或者是 一些專業團體 什麼學會 或者是那些 支付 其實他們 你看到政府的Ajana 設定出來 其實我想這些團體 或者人士 是會 是會自動回應的 問題就是 政府不設定 政府不設定 那時候 變成我們的情況 就好像現在這個地步 某程度上 其實你問我 我印象深的 就是 政府似乎是傾向 盡量回避這個議題 他知道問題是 在棘手 困難處理 想 這屆當然是下一屆 下屆沒有 再下屆 三年又三年 三年又三年去處理 好 其實講到 整個爭取的過程很長 有很多困難 可能我們休息一會 下一節回來 再講一下 民間爭取面對的限制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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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